当地时间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 印度孟买市中心的火车站、酒店和市政府等多处建筑 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 截至目前恐怖袭击已造成至少101人死亡 其中包括6名外国人 另有314人受伤 据中国驻孟买总领馆的消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当地警方证实 武装分子使用手榴弹和AK四极步枪 袭击了孟买市中心CST火车站、维多利亚火车站、太极马哈酒店、孟买市政府等著名建筑 武装分子还同警方和印度特种部队发生激烈交火 在交火中 孟买反恐特种部队司令和其他11名警察殉职 据报道 武装分子一度劫持了奥贝罗伊饭店和太极马哈酒店的数十名客人作为人质 印度警察和特种部队官兵随后进入这两家酒店搜查武装分子 太极马哈酒店内已经连续发生了六起爆炸 奥贝罗伊饭店内发生了两起爆炸 这两家酒店都燃起大火 警方声他们已经解救出太极马哈酒店内的全部人质 但随后警方在该酒店内又发现数名武装分子并发生激战 另外在奥贝罗伊饭店 武装分子仍然扣押着部分人质 有消息说警方已打死了至少六名武装分子并抓获了九人 警方要求市民尽量闭门不出 目前孟买街头已经戒严 当地学校27号全部停课 火车停驶 今年早些时候 一个名叫德干圣战者的组织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 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还未得到证实 印度总理辛格和国大党主席索尼亚都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对遇难者亲属表示同情和慰问 并呼吁有关方面尽快将袭击者升之以法 此外俄罗斯美国欧盟巴基斯坦等也纷纷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表示谴责